大家好,我是Justi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通識應該怎樣玩 那首先,通識其實經常都關於一些時事的事 但是,時事究竟哪些是比較容易會出的呢? 當然就是大件事一點 例如這個有恐襲,或者中國的政策之類 你們見到這些時事的時候 就想一下它有什麼Stakeholder 那些Stakeholder的interest在哪裡? 會有什麼impact? 會有什麼cause? 有什麼suggestion? 然後,平時做多些這樣的練習 你可以寫出來,或者其實就這樣想都可以的 然後,自然你在做題目的時候 會容易點想到相應的points 還有,記住在不同的aspect裡面都要提及 在你答題的時候,記住寫得要清清楚楚 令到那個marker知道 你哪一段在說哪個aspect 表達得清晰些 那個marker自然開心些 那你應該有機會會高分些的 祝大家好運 對,對,對 對,對,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